国内的这些职业教练不进步的吃老本的那些 包括我在内再有两年全部淘汰 你不相信你看最近的三五年之内 中国会出一批牛逼的年轻教练 人家的文化水平理念 粮食的配比用药的理念 咱跟人就没在一个层次 现在不相信健康跟不相信这个鸽子 可以用科学角度去认可这个鸽子好坏的人 第一种人就是这种人没有文化 第二种人就是啊 就这个人思想太落后 那我现在举个例子 我问你 你能用肉眼就能看出来这个鸽子 有没有什么TTV病毒呀 炮枕病毒呀 有没有这么圆环病毒呀 他也是靠仪器测出来的 他不是他拿肉眼一看 可能有点没准他能看见 有点毛迪虫能看见 有点求疯通过分辨能看见 他是经验 咱也有这种经验 那我现在说这个圆环病毒 TTV病毒 炮枕病毒 大肠杆军 这一系列东西 你都不得拿数据说话 你进步 其实就是进步里面 不是进步什么方法 谁说他能把鸽子调快调慢了 没养好就没养好 我这个人输了就输了 说是这个地方撞鸽子呀 这是钥子抓鸽子呀 一系列的东西 就是抓也不是抓你一位的 大家都抓 撞也不是撞你的 大家都抓 人1400分数的时候 你说天气没看出来 那一天比赛的时候 1400你没赢 非1300你更没戏 我说这个是真话 他如果非1400你赢不了 1500你赢不了 他非900你就更赢不了 不要在那找那种一系列的理由 作为教练说得有伤 不要推卸任何责任 这就是自己的责任 人鸽子把鸽子交给你 给你掏上饲养费 你得对住人 老板给你这钱 人捧你就是挺你的 你得对人的鸽子 每一只鸽子去负责 你哪怕这个鸽子有问题 死了是死 你给人如实的说就完 这个东西没有伤 那你们也不会根据什么高分数的低分数去调整粮食 除了粮食的搭配 什么用药物调整 用折安娜调整 我说那不是调表 你想调快就调慢了 咱这一拧就快了 一拧就慢了 那都是吹牛逼的人 只有吹牛逼的人会说这种话 科学干啥 科学是让这个鸽子养健康 这鸽子你看分辨不好 是毛迪虫呢 还是肠道问题呢 还是囚徒呢 这鸽子本来得的是很小的一个 卷群失调了 你非得使劲给它用肠道药 你说你是傻子吧 你都不懂嘛 你凭经验瞎逼捣咕的嘛 你没有科学依据嘛 就可能你经验好 头一天毛迪虫药 这个鸽子就好了 也有可能是你用点活菌 这鸽子就好了 有可能你给鸽子拌点啤酒酵母 它分辨都好了 还有这个鸽子呢 这个鸽子是黴菌的问题 你当呼吸道质 你看它气门大 实际上它是黴菌 你非得当呼吸道药用 抗生素天天怼 给了一个先期没用 还是那毛病 你没有通过啥 科学的检测 你没有通过科学的依据出来 你说你的水平高 你说你是教练 你是经验 你说这种人他能赢吗 就是人 那些文化程度高的人 你看现在好多小孩 养鸽子很厉害 我认为知道了身边好几个 现在中国一线赛场 打比赛都很牛逼 它不是有什么水平方法 不是调表的 它就是科学 人有理念 人是大学生 人随便的知道 先进一点的理念 就超越你了 只不过人赢了 人没告诉你 只不过咱在这聊天了 我把这个窗户纸 就跟勃勃的一程 给咱捅破了而已 就是一个理念问题 其实就是理念问题 再有两年 这些职业教练 不进步的 吃老本的那些 马上再有两年 全部淘汰 你不相信 你看你前几年赢的是卫生纸 现在输的是人民币 没针对任何人 我就说的是这个意思 咱们现在 包括我在内不进步 都是淘汰的 就是我现在进步 已经有点晚了 看后面能理解多少东西 你看吧 马上 在最近的三五年之内 肯定中国会出 一批牛逼的年轻教练 都是高层是不是 你不知道 人家的文化水平 理念 粮食的配比 用药的理念 咱跟人就没在一个层次 压根就跟人 很差的很远 咱现在凭经验 吃老本的 小孩们上来 你就知道了 那些就是性格 现在还没够成了 你再打两年 你看 他们没赢 有可能是鸽子 收鸽子的质量 但说说要真正说 养起来 咱们跟人比 还是有差距 你记住 我现在说的话 可以发网上 我说这个话 三年五年之内 肯定会实现 马上就会实现 那像这种东西 主要是体型的 哪个地方 咱们的思维已经 跟不上别人的脚步 比如说你带徒弟 你带这个徒弟的时候 你就说这个鸽子 应该怎么怎么 那么的生活 他已经想了十种方法 你说了一种 只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所以说教有文化的人 进步太大 太可怕 我跟你说真话 脑子不是你想象的 好像这些人 现在都聪明了 对数字敏反 我都觉得我养鸽子 很自信 跟他们这些人比起来 小孩们比起来 我都不自信 就跟你比如说基因 我那个小徒弟就说这个 我就说这个基因上 他就自己 过了一个星期以后 就问我 我一看他比我还专业 咱在那看了半个月 半年了 人有文化 咱半年干的事 两个月 三个月干的事 他两三天 一个星期 他啥都知道 你说这是啥 这就是文化的差别 跟思维的差别